9四要賺錢 17向前衝 各位朋友大家 午安大家好 那台北股市今天 如果我們中場 各位請看下方 左下角它寫了一個18375 漲87點 那整體上也許你會抱怨說 那個18375 那個是台灣話說頭頰薄 那最後一盤突然急漲對不對 其實不是這麼看 我的看法就在於 沒有錯 我們如果去觀察 從上個月就去年的12月中旬開始 到目前為止台北股市 其實它維持一個很正向 但是也許你會認為說 怎麼感覺上好像弱弱的 那每天提心到吊膽 加上有不少的電子股 其實這一波以來 也有一段相當幅度的一個回答 那面對這個框架 我認為就是在於 你如果說要做短線的 我們稍待會舉一個模式 你不需要一些很複雜的工具 那以及技術分析 不需要 你只要用眼睛看的 你大致上就能夠很精準判斷 那這一檔個股 可不可以站在買方或賣方 我們稍待在今天這個單元裡面 會跟各位做分享 那關鍵在於 這裡到農曆年的封關 還有剩十個交易日 我認為你所鎖定的任何標的 不是說我要去搶一個紅包 而是關鍵在於 我今天所進場的每一檔個股 縱使它下跌 我也不會害怕 為什麼呢 因為你知道農曆靈後 你肯定可以領一個大紅包 如果確實是如此 你就不需要過度擔心 就如同 各位請看喔 這是今天早上 今天可以 我特別把它截圖 那我為什麼要截這張圖 我截這張圖的時候 是台北股市開高嘛 它出現急跌 那急跌很多朋友 你會很擔心 哇 台北股市死了對不對 好 第一個 因為這很正常 那不只是今天 未來這裡一直到 1月26號的封關日 幾乎都如此如此 真的嗎 真的 每天都這個框架啦 那你說我該怎麼辦 第一個 你只要用算的 不需要很複雜 舉例以今天台北股市為例 這裡在18355點 這裡 就我只會放這個位置去 這裡在18355 你已經知道台北股市 今天會跌了 會跌 你已經算好它會跌 18355 要跌到多少 18264 真的嗎 真的 你根本猜都不用猜 也就是說 你一開盤就已經讀定了 不是一開盤 大約在9點7分 早上9點鐘開盤 在開盤之前已經做好 今天會開高 開高走低的一個格局 會會 因為今天是周三 每個禮拜三都有一個叫 周選擇權結算 所以每個禮拜三 它的走勢呢 往往會跟你的預期 會有非常大的落差 也就是說 你只要發現在禮拜二晚上 美股是跌的 那正常情況 禮拜三呢 就會走高 那相對的 美國國際股市呢 在周二晚上 假設是漲的 你要做好準備了 台北股市呢 90%的機率一定開高盤 然後接下來就一定會往下跌 然後這個跌的幅度還蠻大的 那怎麼辦 沒有什麼怎麼辦呢 你就算好等它啦 所以我特別截這一張圖嘛 截在哪裡 等它大跌的時候 好 你就算好 它跌到最多到這裡就停了 那你在哪裡 在18264 那為什麼是18264 不用猜的 你只要用算的 怎麼算呢 好 因為今天早上一開盤 今天有最高點 早上一開盤的那個最高 是不是在18394 那你為什麼知道這是最高 因為它不會漲上去了 不會啦 因為它跌破今天的關鍵在18355嘛 它守不住18355 它就是要跌 要跌到哪裡 就要跌264 那跌到264呢 今天就跌完 你這樣就跌完 對 講就跌完 所以我們來看喔 那這個264是怎麼來的 好 一個是今天早上 一開盤之後 跌破18355 9.06分過後 你已經確定 最高點是18394 然後你下意識的第一個動作是什麼 你就把昨天的台股的最低點 抓出來 那你就知道 今天跌跌就是落到18264 真的嗎 那我們就來看嘛 第一個我不猜的 因為我猜不到 那既然猜不到 幹嘛用猜的 猜到了 也自己也沒把握 所以我的看法就在 金融市場 包括各位喔 你在買賣任何一檔股票 你就用算的 算得出來 算得出來 我們來看喔 台股今天最大交易量 我們講過喔 不看開盤量 開盤之後交易量一定會遞減 你上面都不用看 一點都不重要 開盤量最大 開盤之後交易量是不是會遞減 你整遞減過程 第一根爆出來的量 就是那一根 它發生在哪裡呢 早上的9點06分 在這裡 9點06分 你已經確定 今天還是9點06分 9點06分 所發生的交易價格 那我們就趕快去看 看什麼呢 9點06分的價格在哪裡 9點06分在這裡 在這裡 那這裡不就得出一條什麼 我們講過喔 會形成一個未來的景限 好 當它形成一條未來的景限 你已經知道 哇 那最高點就是18394 你已經知道 最高點在18394了 那你的動作是什麼 趕快把昨天的最低點抓出來 然後你就知道它幾點 還好它幾點 為什麼 它也可以慢慢跌 它慢慢跌 你只是心情難過而已 它可以慢慢跌跌跌跌跌跌 跌到12點半 然後再開始漲也OK 或者是它像今天一樣就幾點 那比較輕鬆啦 就是反正早晚要來264 那你就早一點來嘛 那它就是來到264 好 那這裡在哪裡 這裡在18355 那請問喔 各位請看喔 這裡是不是355 也就是說 最大交易量 所發生的交易價格 它是不是告訴我們一條景限 它每天都這麼告訴我們 每天都這麼 不管是今天星期三 昨天星期二 前天星期一 甚至上個禮拜的每一天 甚至於2021年的每一個交易日 你就去看 其實它很單純 因為台股它就這麼一招 它也沒有第三招了 那你照著這個模式 我覺得有那麼難嗎 應該不至於啦 難在於 因為大家經常用猜的 昨天國際股市大漲 所以我們會漲 那跟那個沒關係啦 我們講過嘛 國際股市你只要看波動率嘛 波動率指數呢 Mix哦 它只要沒有占上22 你不用理它 美股不管是道琼 納斯達克 SP500 費半 它會繼續創歷史新高 真的嗎 真的 它只要 除非它上22 那我們面對台北股市 就要減碼嘛 那近期最主要 這裡到農曆年嘛 投信跟ETF的賣壓 會持續出容 會 絕對會 所以 你萬一買到一些 你認為獲利能力真的不錯了 那可能在最近表現 股價表現比較差的 你也不應該賣了 除非你已經在高檔賣了 否則哦 如果已經跌一段了 我會建議你 你就不要賣了 你賣了你會後悔 過完年你又後悔了 所以整體上在於 那我怎麼去選擇 我們稍待會持續做說明 這個叫 18264嘛 所以我們從幾個角度來看嘛 第一個 它是不是往下跌 跌到哪就264嘛 會收在哪裡 收在330嘛 330 對啊 我今天早上 各位看著它 今天一大早在這裡 我們向 我向我們的成員的報告 我發簡訊嘛 我說今天強弱關鍵 9.06分18355 預估今天的最低點 會落在18264 在這裡耶 預估低點18264 今天守不住355就是來264 然後呢 應該來到中場 結算在18330 哪裡是330 這裡啊 這裡 然後就這裡嘛 最後一盤嘛 碰 急漲嘛 你就看到18375嘛 今天結算就大約在183 317附近 所以今天就是在這裡 你說這些數字怎麼來的 我們就一步一步來算 好 首先 強弱關鍵每天都有 所以你每天都要看 你就把單一分鐘最大量抓出來 你當天的評價就不會錯 你就可以很快樂的 不管台股要漲或跌 很輕鬆 很快樂 面對股市的變化 好好去挑你的股票 高期自己 指數漲跌 自己沒什麼關係 好 再來 264 330怎麼來的 好 我們來看 各位請看喔 畫面上你所看到的叫做日K線 從這張日K線裡面 這個是不是叫18619 這最高嘛 最低是這個點 壓力在哪裡 在這裡 18331 一定是18331 所以明天台北股市 今天是不是375 如果明天台北股市開高 理論上80%機率一定開高走高 如果盤中有做回撤 多頭會守在1萬 你現在就知道明天了 一萬八千三百三十一點 好 首先我們先看 第一個台股我們講 這個叫流星嘛 出現一個流星之後 這三根加起來叫夜星 這一根叫流星 出現一個黑K流星 緊接而來 這裡是不是一個跳空 雖然有長長的下影線 那沒有意義 沒用 在場的下影線 不要說下影線 縱使紅K棒都沒有用 他要繼續跌 為什麼 這個叫什麼 就叫缺口 叫什麼缺口 往下的空方逃逸缺口 雖然有長下影線 他告訴你 我會再流 我要流到哪裡 他要流到這裡 你在這裡已經算好在這裡 小二明你故意在低點那裡畫一條線 我沒有故意的 你就靜靜的看 怎麼可能不是這裡 這都算得出來 台北股市他永遠算得出來 這三十年來他都這麼走 你不需要什麼五日線 十日線 月線 季線 半年線 沒有需要 就是這條 你說這條從哪裡來 這條就這樣來 那你現在算給我聽 這裡叫175556 到目前為止最高點 難道不是在18619嗎 那你算給我聽 好 當他出現一個大流星形態 接下來出現一個所謂的 一個空方的逃逸缺口 接下來 所謂的三壓要空對不對 那一直到昨天 我們說好 他轉為什麼 他是不是轉為一個多方孕育 加上 國際股市波動率指數 跌破22 那你當然知道 國際股市昨晚一定漲 那一定漲 台北股市今天禮拜三 因為是周結算 所以會開高走低 那你都算好了 好 我們先看這一次的回檔 最低到18043 最低 他只有一下子而已 馬上回來 這裡他是不是守18087 他一定守087 為什麼 反彈處破底 回升漲市起 他守不住18087 代表台北股市這裡轉弱 他轉弱 這個弱會一直弱下去 會 可是當他告訴你 我守在18087 他其實已經向大家宣示 這裡到農曆年封關 我台北股市就是個多頭 我就是個多 可是不代表股票會漲 那你要怎麼去篩選 你的標的股 好 我們來看 他守在087 然後接下來 第一道壓力一定是這裡 一定是這裡 這裡就是今天 我們剛剛講的18331 那為什麼是18331 因為這個高點在18619 這個低點在18043 一定是331 所以接下來你明天 因為他已經過331了 所以明天這個回撤 他一定要去守331 不守331 他持續落在18087到18331 他還是個多 但是如果他守在331 就不一樣 他變成在告訴我們 封關前我要再創歷史新高 他要過18619 對 所以明天很重要 明天關鍵在於331 明天一定開高 這個沒有什麼好擔心 就開高回撤的過程 要不要去擋這個點 他如果去擋 其實他在告訴我們 封關前他準備要再創歷史新高 這是針對整個框架格局 那今天為什麼是264 我們剛剛不講 今天的低點是264 是不是264 這264怎麼來 就這麼來的 今天早上他守不住18355 對不對 你確定今天的最高點是18394 那你就趕快把昨天的低點抓出來 今天的最高加上昨天的最低 所以今天盤裝回檔 最低就是264 你可以用算的 不需要那麼複雜 你說那個股呢 個股你可以同樣用這個方式算 為什麼 我舉例 我們稍待跟各位分享 什麼叫缺口 因為它是最簡單的 各位如果你說很多分析師 會教我們 紅K棒對不對 長黑 防錘線 上影線 下影線等等 我們看一個最簡單的 也最厲害的 因為 各式各樣的K棒裡面 最厲害那一根 就是沒半根 最厲害那一根叫沒半根 對 就是沒半根 那最厲害 什麼叫沒半根 我們來看什麼叫缺口 商品價格它在行進的過程 就是不管是個股 或整個大阪 或國際股市都一樣 它在行進的過程裡面 如果我們用K棒來看 K棒跟K棒之間 它出現一個空白的區域 就是什麼都沒有 那個就叫缺口 就是完全沒有符號的 叫缺口 那什麼叫缺口 缺口它是一個非常強烈 在所有K棒形態裡面 最強的訊號沒有比它強了 你說真的 真的 我不管你是什麼長陽棒 一個實體黑K 長上影線 長下影線 那都沒有厲害 最厲害的就是缺口 就是說因為它的力量已經遠大 它沒有辦法 它沒有辦法 它沒有辦法用一個K棒 像我們彰顯 讓我們看 因為沒辦法 它寫不出來了 畫不出來了 它就會形成一個空白 那個就叫缺口 所以當你在看K棒 不是看什麼均線糾結 不是看什麼KD交叉 也不是分辨什麼MACD 柱狀體往上往下 對不對 除非你可以看出 對你你認為很準 那OK的 否則最簡單的 你就看一個缺口 好 什麼叫缺口 好 舉例 講缺口之前 我們要面對現在我們的狀況 各位請看 這個是從去年的最後一個交易日 叫12月30 那接下來今年是不是1月 1月份開始 一直到今天1月12號 好 我們把台北股市各大類股 放在一起 因為我不想猜的 我不猜不到 我覺得猜也沒有意義 好 我們就把這一台通通不要看 那你就要告訴我 各大類股裡面 今年2022年開春以來 請問什麼各類股漲幅最強 這就是亂猜對不對 不用猜啦 金融 你說把它攤開來看不就知道了 最爛的是誰 航運 那你如果問我呢 我會告訴你 我非常看好航運 真的嗎 我也極度看好鋼鐵 那問題是我們發現到 今年從原月份 第一個交易日 跟金融 去圍季 跌幅最重的 你幾乎可以篤定 就是航運跟鋼鐵 你說為什麼 這沒有為什麼 就ETF跟投信在減碼 那你告訴我 我的看法就在於 他要逼你出場 那既然如此 我們篤定 不管在鋼鐵跟航運 今年第一季 肯定會有非常亮眼的表現 所以我認為啦 除非你是做短線的 那你不要碰啦 你不應該買鋼鐵 你也不應該買航運 為什麼 因為圖表告訴我 到目前為止 最爛的 走勢最差的 讓人家氣如必喜的 根本瞧不起他的 那就是航運股 以及鋼鐵股 可不可以買 你不應該買 但是我認為該買 為什麼 因為以獲利能力來看 以未來的發展性來看 目前股價被低估 最嚴重的 就是航運跟鋼鐵 你要追求那種短線上 一兩天它會大漲 我跟你說你貨賣 你貨賣 它不會掉啦 它不會掉啦 所以 你真正做短線的 請你就不要看鋼鐵航運 你把重點去放在那個金融 也許你的績效到農曆年封關 會還不錯啦 也許啦 因為我沒有買金融股 我沒有建議我們的成員 買金融股 我會把重點放在鋼鐵跟航運 我認為這是一個很重要 在波段部件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時間點 因為剛好有這個農曆年封關 剛好農曆年封關 投信ETF再做減碼 加上過去散戶都熱衷在這兩個族群 就投你知道嗎 投要過年 它這裡在壓縮行情 讓什麼 讓只有鋼鐵跟航運的散戶 在這裡賣股票嘛 那既然賣 其實這是一個更好的一個 我們講是波段的佈局點 不是短線的買賣點 我倒是比較看好鋼鐵跟航運 至於在電子股的部分 你要去找一些 短線上表現很強的 你會覺得今天看起來不錯 那你就看一個缺口 什麼叫缺口 我們舉例 各位請看 當然你在看缺口的同時 你還是要看它的獲利能力 不管你做投資 或者你在做操作 你儘可能以獲利能力非常強的 並且在未來會持續成長的 當作主要標的 舉例 我們看中探針 以中探針為例 1到12月 就去年 它是創歷史新高 年增率高達23% 就是說 2021年跟2022年做對比 也是創歷史新高 半月份 12月也是創歷史新高 代表 它不錯 可是你不能看這幾天不錯 對不對 你要往左邊看 你往左邊看 從11月份以來 它是一路跌 它是跌得亂七八糟 對不對 好 跌得亂七八糟 你怎麼可能去買這種股票 那這些落到亂七八糟 錯了 你就等 等什麼 它出現缺口 什麼叫缺口 舉例 好 各位請看 這裡 這裡有沒有一根黑K 有 這裡有沒有一根黑K 有 這根K棒跟這根K棒 中間這裡 它是不是留下一個空白符號 我們講過 在K棒行進過程裡面 它只要沒有辦法用一個符號 跟你彰顯 那個代表它留下一個缺口 缺口的大跟小 我直接告訴你 一點都不重要 你不要上網 Google什麼缺口 什麼大小 那個已經到不正常了啦 那不重要啦 真的不重要啦 缺口大又怎麼樣 缺口小又又難道就有什麼影響 沒有影響的 但是只要出現缺口 不管這個缺口是很寬 深處 所以只有一點點 都很重要 重要在於什麼 如果是個下降缺口 你要提防 接下來要繼續跌 如果是個上升缺口呢 它再告訴你 我要漲了 對嗎 對 所以你要做短線的你就看啊 這裡是不是個下降缺口 好 當它出現 這裡一個缺口 代表什麼 他要繼續跌 他要繼續跌 他就一直給你跌 他是不是一直跌 一直跌 一直跌 好 我們來看這個禮拜 今天是星期三嘛 這是星期二嘛 這是星期一嘛 這根K棒 跟這根K棒之間 這裡有沒有留下一個缺口 有啊 他跟你說什麼 我會去啊 他已經在告訴你我要漲了 然後呢 既然要漲 因為這個是由上往下 所以叫下降缺口 這是由下向上 留下一個空白符號 這就是要上升缺口 下降缺口 它還會漏 上升缺口 它跟我們說什麼 它要去啊 所以 除了有缺口之外 再來獲利能力 預計今年的成長幅度 會比去年同期哦 就整體上來看 維持兩位數以上的增長 那你說這有好嗎 當然不錯啊 從 整個獲利能力來做觀察 沒有問題 再來 因為該公司發行可轉債 可轉債的價格落在 54.8 除非它又跌落54.8 那這檔個股就轉弱了 就真的轉弱了 它只要不來破54.8 像這種個股 我們認為在今年的第一季 如果從技術現行來看 這是一個標準的多方攻擊 從證券投資的角度 我們認為有機會 在未來的就不用太久了 我們不要外資出的報告 都未來12個月嘛 不用 我們就看今年到3月份 就123第一季 我們預期 這個都會有不錯表現的機會 這檔個股叫中探針 我們再看另外一檔 這叫鬆騰 哇更強 那鬆騰最主要轉入 就在電動車的供應鏈裡面 目前佔它的營收比大幅度提升 我們來看 而12月份 年增率是3.6個百分點 但是我們觀察 該公司在去年全年1到12月份 累積年增率高達48.7 那法人宣出的評價報告裡面 今年也可以維持 兩位數以上的增長 那是創歷史新高 好我們就來看 各位寄一鏡看著它 你說那這我該怎麼看 你就找缺口啊 你就找到缺口的位置 沒有缺口你就不要理它 各位請看 這根K棒跟這根K棒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空白的符號 這個就叫缺口 這就缺口 請問這是什麼缺口 這叫上升缺口 當它發生上升缺口 它在跟我們說什麼 它要去啊 有去嗎 有啊 問題是沒有用啊 它漲了之後又跌下來啊 對不對 對 問題是這檔各無人嗎 這檔各無怎麼看都144耶 那144 當然也看144 不然要看多少 這裡是不是一個上升缺口 沒有錯 這個上升缺口之後 股價持續上揚嘛 來到96塊 做一個短整理之後 來關鍵在這裡 這裡 這根黑K棒跟這一根K棒之間 這裡有沒有留下一個缺口 有 這是什麼缺口 這下降缺口 為什麼 因為它是由上往下的缺口 好 所以這個叫下降缺口 下降缺口 你跟你說什麼 我要留了 有留嗎 因為我繼續留 留到哪裡 它就跌到這個缺口 它擋住了 你不要管大家告訴你 這個缺口補不補 那個都沒有意義啦 你管它有沒有補缺口 就是來到這個缺口 它可以撐住 缺口也會形成一條緊線 補不補缺口 不重要 你不要技術分析裡面 你要把一些不重要的 你要把它剔除 不然你到最後 你會無法分辨 這就好像是缺口補不補 重不重要 一點都不重要 關鍵在於 這個缺口會形成緊線 什麼壓力線跟支撐線 缺口如果它回來這個缺口 這個位置區 我們講補缺口 補了之後這個缺口它不破 那這就是強力的多方支撐 不管它補與不補 相對的缺口在上方 股價由下往上走 來到這個缺口呢 這個缺口會是個壓力 會是個很重的壓力 問題是 它如果過了壓力怎麼辦 那就不得了了 你說真的嗎 真的 所以我們來看鬆腾 這是不是個下降缺口 這是上升缺口 它告訴我們我要去 對不對 所以它就往上漲 接下來從高檔做回檔 回檔過程 這裡是不是一個下降缺口 它出現下降缺口 一定跟人說什麼 中腾的股價會進入 這個這兩個缺口之間的一個整理 問題是 應該在這兩個缺口之間整理 就是說我往下跌 跌到這個缺口位置區 會出現止跌 我往上漲 漲到這個缺口 我會漲不動 就是我很窄服的整理 問題是 一個站上缺口 那怎麼辦 他就告訴你我要漲 為什麼 這是不是個缺口 這不是上升缺口 這是個下降缺口 它是不是站上上升下降缺口 那力道更強 就是說 這裡明明是個壓力 我竟然可以站上這個壓力 就好像是兩軍對壘對不對 這邊它有個阻擋線 它是不是在這邊防守 直接就對打 你這個防守線被我攻克了 它就退了嘛 不然我就攻不過去嘛 那你既然可以被我攻克 你這個點 它就會潰散 所以你一看就知道 以鬆騰為例 就是攻上了 再來你就請看 該公司發可轉債 可轉債的價格在72塊 72在哪裡 72在這個下緣 它可以站上72代表怎麼樣 代表 當初去購買 它可轉債的 可以怎麼辦 可以去換股票了 用多少換 用72換 像這種案例 一般正常來講 股價都有能力有 這麼大幅度的漲幅 所以這檔個股怎麼看 只要這個缺口 它要撐住 那我們的看法 到封關 甚至於到 新春開紅盤 這都是在短 整個技術分析格局上面 非常強的 我們再看一檔 好 這叫光虹 整體上它有沒有出現缺口 有啊 各位靜靜的看 缺口出現在哪裡 在這裡 也就是這是星期一 這是星期二 這是今天星期三 對不對 你說哇 它有長長的上影線 對 好 第一個 你就一個一步一步來看 第一個 它在整個形態結構 有沒有出現一個 由下往上的一個缺口 有啊 有這個缺口 再來 我們就把這一段 是不是一個大整理期 這段 沒有對不對 好 這個大整理期期間 我們不知道 除了形態 假設不看形態 我們不知道 這支故意 不是要去 現實是要留 也不要猜 我們把它的每一筆交易 我們把它統計出來 用一個符號 哪個符號 各位請看 這個灰色的線 就是所有交易的結構分佈 然後我們把它堆疊起來 就是說好 舉例 我買26塊的 總共買了幾張 就從這裡堆疊到這裡 我買27塊的最多 從這裡 是不是堆疊到這裡 大家所形成的嘛 我買25塊半的 只有這麼一點點 所以你一堆疊出來 所有市場的交易分佈 不就很清楚嗎 他告訴我們 所有人的買賣 不集結在這一塊 股價如果在這個集結區的上緣 他告訴你 你不要怕我回檔 任何回檔 你都應該站在正向 相對的喔 如果落到這個集結區的下緣 該怎麼辦 那就認賠 那就停損 這就是技術分析的操作 我們的看法就在於 技術分析跟證券投資 必須有所不同 你如果是做證券投資的 特別是在現在這個時間 我們的看法 針對有回檔的 特別是類似像鋼鐵 像航運 這種的你都不用煩惱 我們看法就是說 價格農曆你能封關 你要樂觀 你不要怕你的股票跌 跌得很正常 為什麼 因為投信在減碼 ETF在減碼 他們在減碼 他們把重心移到金融 所以你看到金融股很強 但是在整個投資的角度 我們認為你反倒是 針對航運鋼鐵 在未來這10個交易日 你要強迫自己 要樂觀 要正向去面對它 不要怕它跌 那麼也歡迎各位 可以加入我們 來ETF成為我們的好友 也祝福所有的好朋友 未來的每一天 身體健康 操作順利 謝謝你 拜拜 謝謝你